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个检察官被冤枉坐牢,在监狱成为大哥的故事 事情要从猴鸟说起,他们从俄罗斯开始迁徙 中途,不吃不喝,不停地飞食五天 韩国某处的一片空地,是他们唯一可以进食休息的地方 如果他们的迁徙地消失,他们很有可能会饿死 一家名为远东开发的建筑公司,以搞建设为名,侵占了这块地皮 大批爱鸟人士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统一身穿相同的服饰,举着牌子阻挠对方开发 为了驱散找事情的人,远东开发负责人召集一帮小弟 也身穿爱鸟人士的服饰,不过这群小弟明显就是临时凑出来的 不仅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还有人患有哮喘 他们手拿各种棍棒,出现的第一刻便和维护治安的特警打了起来 这群人一看就比较呆板,韩池元就不一样了 拿上手机拍个现场照,证明来过 不需要动手,回去还能拿钱,其他人就没有那么聪明了 打斗中,校船男不小心将一名无辜特警打成重伤 本来只是搅和一下,没想到事情变得严重起来 作为检察官的贬在序,第一时间将远东公司负责人抓了起来 像这种远东故人引起暴力事件,让自己好好开发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 但负责人并不承认,扬言威胁,考虑下未来你的仕途 贬在序告诉他,为了考上检察官,我在一个憋屈的地方苦读了十亿年 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抓捕你们这些违法者 此人非常具有正义感,但执法过程中喜欢动用暴力 他的上司吴中璐接到一番电话,给对方保证一定不会给他们带来影响 地方检察官的聚餐上,吴中璐专门找到贬在序,声称暴力袭警的人可能另有其人 和远东开发没有关系,命令他停止关于这件事情的调查 贬在序并不是被吓打的,正义感和身份促使他要彻底查个清楚 当晚便紧急审讯了哮喘男,由于他患有哮喘,所以随身携带吸物器 哮喘男坚持自己不是打手,是爱鸟团体人士 并且把猴鸟迁徙的言议背得滚瓜烂熟,这并不会影响到带有暴力的贬在序 通过一个晚上的紧急审讯,他得到一些线索 部长知道后,臭骂了他一顿 第二天,当他要正式带着小方审讯时,却发现哮喘男竟然已经死亡了 前一晚的审讯只有贬在序一个人在场 诸多的证据表明,哮喘男是因为暴力致死 贬在序知道哮喘男有哮喘的事情 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吸物器,所以他认为并不是他打死的 他的上司吴忠禄单独找到他 根据证人证词,哮喘男的身体非常健康 根本不会存在有哮喘的问题 他建议扁在序先承认是他过失杀人 之后他会想尽办法把他捞出来,过了风头再说 扁在序相信了他的话,没想到一下子被判了15年 上司却没有为他做一点辩护,看着他挣进了大牢 于是,正义执法的他,很悲碎的被陷害,扔进了大狱 外面的同事小方,带着吴忠禄,交给他哮喘男的吸物器 专手扔进了河里 监狱的贬在序就不好过了,办法里面的老大是他抓进来的 现在他不再是检察官,罪犯丝毫不惧怕他 当年被判刑的仇恨全部就要发泄出来 入狱的第一天,他便遭到了暴力对待 在出现时,已经是满目疮痍,逼青脸肿 当他看到电视上吴忠禄参加开幕式 突然意识到,吴忠禄肯定和远东开发有交易 他不肯吃这个哑巴亏,所以决心重新上诉 入狱不能和在外一样自由 上诉说,首先要通过狱长内观才行 吴忠禄早已交代好,不允许贬在序重新上诉 狱长告诉他,在这里的人都不是清白的 金喷洗手重新做人,对你才是好的 如果他不能重新审判,15年很有可能不会活着走出去 就是这么巧的一个机会 看守正好遇到一件官司 工资比较少,请不起律师 想到他们之间可以找一个帮忙的 作为工作了8年的检察官 免在序对法律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简简单单便帮助了两位看守解决了头疼的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将总是欺负他的罪犯换到别的地方 罪犯再厉害,他在监狱,看守也是惹不起的 时间转严来到5年之后 韩池远以诈骗罪关进了监狱 他表现得十分随意,就好像是回家过年一样 狱中的好多人都和他称兄道弟 他的档案中,已经记录了10次诈骗污点 进监狱早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5年的发展,便再续依靠懂法律的优势 帮助看守和罪犯解决了很多官司 同时也解决了不少被冤枉的人 一时间,他成为了监狱的大佬 手下有一堆人跟随 有了看守和手下,罪犯被管理的警然有序 连御长都有求于他 还送给他一大批香烟 有了他的功劳,其他人才能有机会吸到酒为的烟 一次偶然的机会 韩池远正好看在电视上猴鸟迁徙的画面 不由自主地和朋友吹捧起来 把从俄罗斯飞行的过程说得很详细 和笑传男当时的话一模一样 时隔五年,贬在序终于找到能救他的人 在韩池远和律师协商时突然出现 告诉律师后辈如何做才能让韩池远脱罪 单独和他在自己的房间见面相谈 和其他牢房不同 贬在序的房间是个单间 有窗户,有花草,还有一大堆书籍 连炸鸡和可乐这种东西他这里都有 在监狱,这算得上是亡者待遇了 他很清楚韩池远的底细 知道他是屡教不改的诈骗犯 如果他能够提供帮助 贬在序有办法马上把他弄出去 韩池远交代 五年前他和一群人参加下莫名工作 每天都有人教他们关于猴鸟迁徙的事情 突然的一天把他们都聚集在了一起 说是要和特警对抗 把场面搅乱 得到这些准确的消息 贬在序一定要把他弄出去 还要他出去之后 单枪匹马对付高智商罪犯 在监狱搞到一台投影仪 从外面弄到部长消费签字单 让韩池远每天模仿练习部长的自己 为了对付五中路 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部署 一步一步全部告诉韩池远 等到他出狱的那一天 就是计划行动之时 出狱的第一件事 买上名贵手表 穿着亮丽 约上五年前的团伙 请他们所有人都吃饭 装出来一副发了横财的样子 趁着久幸 韩池远从小偷偷扣中打听到消息 用录音笔记录下来 哮喘难换又哮喘的事情 再通过各种关系 将录音内容偷送到监狱 贬在序得到录音后 重新申请上诉书 顺带带上录音的证据 一并交到大法官的手上 吴中路目前已经不再做检察官 而是打算参政竞选议员 当下正是选举的重要时刻 手下第一时间打电话 告知了贬在序上诉的事情 吴中路表现得非常愤怒 现在一丁点点污点都会被对手夸大 更别说这件事情确实是他犯的错 他命令手下 马上处理掉泄露消息的人 于是 小偷都因为喝酒多说了两句 被人殴打 导致身体多处骨折 陷入了昏迷状态 紧接着找到了检察官部长 让他以同僚的关系找到贬在序 劝他放弃上诉 不过 有了上次吴中路的套路 这一次他不会再上当 寒池远叫到小头头被打得那么惨 瞬间吓扑了胆 告诉贬在序 不再参与这件事情 转身忽悠了一位漂亮的有钱小姑娘 包装自己是海外留学的海归 女孩对他死心塌地 为命是从 他以为贬在序在监狱就不能把他怎么样 但是贬在序从监狱帮了很多人 其中就有一些黑道背景的人 他们找到寒池远 好一顿胖揍 让他做该做的事情 无奈 他跑到监狱约见了贬在序 其实 他现在只要插手这件事情 就已经无法逃脱 吴中路那种人 一定会找到他解决掉 所以 现在不是他想不想做的问题 而是必须推倒吴中路 他才会得到安全 想象不到 一个超级大骗子 被别人摆了一道 有气也无处可发 计划进行到第二步 韩池远用假身份 参加了吴中路的拉票 拉动现场气氛 得到了吴中路的注意 事后主动一起合了张影 凭借着多年诈骗女孩子的经验 再加上那张帅气的脸蛋 韩池远得到吴中路女会计的青睐 认识的第一天 就在楼道缠绵 晚上便发生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事情 趁着妹子睡觉 她偷拍了吴中路的交易名单 第二天 消息登上了报纸的头条 种种证据之下 大法官同时约见了部长和贬在序 毕竟 要调查的人是议员候选人 如果证据不足 法官很有可能会丢失自己的位子 他必须谨慎确认 才可以开这场审讯 现在得到贬在序的确认 他同意了开庭 吴中路指导后 第一时间拨打狱长的电话 拨得了贬在序在监狱的单间地位 他的得力手下 也基本上被换了班房 以后 估计也不会再有机会见到韩池远 所以 以后能不能赢 全部压在了他的身上 之前在狱中 贬在序帮助一位社长解决了官司 作为回报 他给贬在序提供了一部分翻盘的资金 让韩池远拿着这笔钱 做接下来的部署 帮助吴中路销毁西武器罪证的小方 一直受到吴中路的压迫 现在 他的孩子需要上学 急需一大笔钱来支援 他也是重要的转折点 韩池远带着钱 找到了缺钱的小方 接着 他再次乔装打扮 平衡接着胡编乱造 包装自己是一个刚考上的检察官 抓住部长习惯成为焦点的虚荣心 配合点同一个高中学校毕业 同一个班主任 关系 自然而然 拉近了不少 为什么他要接近部长 原因就在于 想要派人调查吴中路 让他出庭接受审判 必须有部长的审批才可以 如果没有他的批准 开庭 吴中路不出现 也无法审判 韩池远一直练习的签名 就是在此处有作用 第二天 趁着部长去开会 他把审批书签上了名 吴中路非常生机的找到部长理论 依旧拿着当年的威风训斥 部长也不傻 他手上的情报显示 吴中路并不是那么干净 下令派人抓捕远东开发的那些人 横巧 韩池远正好被人家抓到 同时也解救了他 韩池远和部长做了交易 现在正在选举封口 受到了很多人的注意 如果查出来吴中路有问题 部长岂不成了英雄 受到大家的拥戴 此番计划正合部长的心意 临近开庭时 小方遮到了吴中路 私底下说了些什么 狱长找到扁在旭的手下 威胁了他 开庭的当天 扁在旭被手下捅了一刀 虽然受伤 但是他必须强忍出庭 否则将会功亏一篑 扁在旭辩解 笑传男的死亡 肯定是有兽医一方的 兽医人是谁 显然不是他 只能是看起来得到好处的人 同时 小方及时赶到 交出了一段录音 正是前一天私底下和吴中路见面的话 里面提及到丢掉的吸物器 扁在旭拿出一个假的证物 一再逼迫惹怒吴中路 让他生气之下 吴医师说出来这是假的证物 这句话就证明 笑传男患有笑传 并且吸物器吴中路是见过的 如果没有这件东西 何来的假物证 在证据和事实面前 扁在旭赢了 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但是他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作为一名执法者 他不应该暴力执法 无视嫌疑人的人权 所以他也是有罪的 但在监狱的五年 他已经得到了该有的惩罚 他请求得到发官的宽恕 将他放出来 电影的最后 便再续出狱 等待的他的人是韩池源 到此 本片也算完美收尾 本片名为检察官外传 是由很多老戏谷演技派之声 演技是非常精湛的 剧情也很紧凑 很富有逻辑 是我喜欢的烧脑类型 本片我是强烈推荐 值得一看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